11月30号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任命多名女性进入其经济团队 其中前美联储主席珍妮特·耶伦将担任财政部长 现年74岁的耶伦曾在2014年到2018年担任美联储主席 也曾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如果得到参议院通过 她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财政部长 尼拉·坦登将担任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 拜登担任副总统时 坦登曾任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高级顾问 协助起草评价医疗法案 如果得到参议院确认 她将是领导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首位有色人种女性 拜登还挑选塞西利亚·劳斯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如果得到参议院确认 她将是领导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首位有色人种女性 另外拜登和当选副总统哈里斯定于11月30号 首次接收总统每日简报 这是最敏感情报责任交接迈出的第一步 特朗普此前一直拒绝与拜登分享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reward